在漫威复仇者联盟三里面把那个震撼漫威宇宙的详识打出去之后 现在围绕好莱坞电影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复仇者联盟四中究竟谁能够死去诱惑过来 虽然该片编剧马库斯早就表示 复仇者四不会有你们想的那种安排 这不是你认为的那种电影 这些死亡都是货真价实的 我只想告诉大家这是真的 而你越早接受就能越早走出伤痛 朝着下一阶段迈进 但影迷才不相信这些偏邦的烟雾弹 不到影片上映谁也无法确定影片的真实性 而有消息透露弗兰克格里罗克饰演的交叉骨 有可能会重返复仇者联盟的电影复仇者联盟四 现在粉丝们可能有了新的设想 也许英雄们会利用时间空间为控制器 去改变这场战争 复联三面霸收集了无限宝石 并且一个响指宇宙的一半生命都化为灰烬了 另一种新的理论认为 面霸可能在无限战争结束时穿越了时间 现在正坐在一个过去的地方看日出 让谁复活怎么复合 这本身就是最有趣的好莱坞故事 谁会复活 洛基未必死定的 知足侠黑豹肯定归来 甚至卡摩拉也没湿透 有多种理论可以解释 霍联四将会是一部时间旅行电影的观点 这可能会导致他们之前的场景会再现 甚至可能会返回一些其他不相关的地方或者时间 另一方面 由于角色独立电影续集已经提上了日程 被认为铁定归归的还有蜘蛛侠和之前火遍全球的黑暴 甚至被认为是第三部惹祸金的新决 也有很大机会归来 其中还有一个角色 就是布洛克朗姆洛也就是交叉谷 去年年底的时候 交叉谷演员透露会回归引发轰动 复仇者联盟有足够的点来拼出复仇者的最终的结局 也有可能只是一个巧合 所以这并不是完全属于透露复联4的场景 不过正如前面提到的这位演员 可能只是在和所有人闹着玩 但在那之前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透露 这事的这次回归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 朗姆洛是为了在美队2之后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设立的人物 而且他还继续回归到美队3中成为反派交叉股 因此他在美队3开始时出现 不过复联4真有可能会再给他一次登陆的机会 考虑到复联4的秘密情 我们不会很快就能确定交叉股的角色 会不会出现在明年的复联4 如果真如大家预料的那样 那么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团灭之后